为什么加拿大突然之间开始找中国麻烦 其实从杜盗总统上任以后 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关系就是一直往下行 最主要原因是配合美国的政策 大概每天接到美国方面都是压力的电话 都是要他们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 美国的做法 我今天把你视为威胁 我就要把你压下去 基本上现在尤其拜登上任以后 他走的是一个打群架的方式 除了美国之外 盟友都要跟美国在政策上要一致 他没有他自己的政策 就是跟着美国对中政策一起走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硬生虫吧 根据彭博报导 加拿大副总理方惠兰他表示 外界普遍认为 20多年前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个错误 并且认为现在该是对中国贸易保持清醒的时候 那报导内容更指出 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之后 常常用经济霸凌的手段来威胁他国 包括台湾、立陶宛还有澳洲 都成了受害者 好 这几年呢 更在经济低迷下透过政府补贴 把电动车钢材这些产品 用低价请销全球招来了多国反制 好 我们想请教这些大使了 为什么加拿大突然之间开始找中国麻烦 什么样原因 其实这个从杜道总统上任以后 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关系就一直就是 等于说是一直往下行 没有改善 那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 加拿大要配合美国的政策 其实现在作为美国的盟友 大概每天接到美国方面的都是压力的电话 都是要他们在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 那也正是美国这个国家安全报告里面讲的 就是说美国认为就是说目前跟未来 可见的未来 对美国这个国家最大的持续性的一种威胁 就是中国大陆 它不但是在军事上面有威胁 在这些贸易上 经济上 甚至科技上 还有美国最在乎的就是 所谓的这个治理的典范上面 都对美国持续造成一个威胁 所以美国很多美国学者都承认 就是说未来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个竞争 不是说三五年 是五年十年甚至会延续到这个世纪的中叶 这个是一个国际社会基本的主调 那美国的做法是很科学的 我今天把你视为威胁 我就要把你压下去 甚至要把你击垮 所以基本上现在尤其拜登上任以后 他走的是一个打群架的方式 打群架就是除了美国之外 美国的盟友都要跟美国在政策上要一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对美国来讲 对加拿大来讲 这个是美国的头号盟友 因为他们这个不仅是意识形态相投 而且是有全世界大概最长的国界 世界之一的一个铃国 所以过去加拿大曾经试图想走自己的路 可是这几年看起来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 就是抱团的更严 所以我认为加拿大的这个政策是 尤其对中国大陆政策 大概已经脱离掉它的主体性 它没有它自己的对中国大陆政策 对中国大陆政策 就是跟着美国对中政策一起走 因为对加拿大来讲的话 它国家不管在整个的生存发展 国防跟美国这个关系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它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真正要对中国大陆做一种客观的评述 所以他讲的内容就是参考一下 这个副总理讲的内容是否属实 可是问题这是它一个政策的一个表态 那我觉得将来这个加拿大政府会跟美国的政策 背道而驰的几率非常小 所以基于这个美国关系至上的一个原则 我想加拿大对中国大陆这个政策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应生虫 就是美国的应生虫 然后美国就是它老大 跟我们来看到这位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 他还说到 加拿大现在在考虑是否要跟随美国跟欧盟的做法 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征收更高的关税 那也提到 加国政府就如何应对中国大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公众咨询 说范围可能不仅限于电动车 而是会更加的广泛 不过另外一项消息 加拿大公共养老金的计划被曝光 用数亿家园要投资中国的电动车 相当引发关注 因为现在正当杜鲁道政府 一下说要提高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 那另一头说要拿这个公共养老金来投资大陆的电动车 汉婷你怎么看 首先呢 加拿大的养老金投资中国大陆 从2004年就开始了 陆陆续非常多 然后这边其实简单罗列了一下 就是大概在近十年以来 投资中国大陆不仅是投资电动车 就方方面面 其实都有包含这边可以看到字节跳动或甚至更多的 那目前的报导是讲说 哎呀竟然是投资中国大陆六亿的家园 但其实加拿大的养老金拥有阿里跟腾讯 好像也都有九亿家园跟几十亿的状态 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投资计划来说 就是基金的负责人 他说这不是要投不投中国的问题 这是如何投的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说很简单 风险投资我基金投资 本来就是哪边有钱就往哪边投 那不过呢 就加拿大内部就其他有一个审核的委员 针对你这个风险投资啊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出入账 或者呢 他有没有其他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由这个委员会来做评估 那这个委员会呢 就在这两年当中 就对于加拿大的养老基金 做出了一些警告 就认为呢 不可以再去中国了 一方面是这个政治因素 而且说呢 你看这个前两年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问题 所以你的投资收益啊 好像有所下降 那也确实因此啊 在去年的时候 加拿大的养老金 对于大陆的投资呢 整体的占比是有所下降的 可是呢 就相较之下 它仍然存在一定占比 只不过加拿大内部 比较反中的人士 它就认为说 应该要再进一步的 再有所降低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只不过呢 就是对于基金的投资人来说 它自然只是选择各式各样 它认为应该要有所投资的项目 而这刚好跟近期 加拿大针对大陆的电动车 说要发出关税 而形成一个可笑的对比 但实际上 对于投资人来说 它是没有什么太多 政治或意识形态的 纯粹就是哪边有钱赚 它就去赚哪里 那也不要把它认为 它是一种所谓的两手策略 因为它其实是各想各的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只能够说 加拿大如果要对大陆的电动车 来刻意关税 本来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因为大陆出口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且你加拿大内部的 这些汽车业者 也不是什么应该要保护到的 很强势的这些企业跟产业 跟日本比 跟德国比 跟法国比等等 来说你的汽车产业 并没有那么样的厉害 那也因此我们还是就事论事 一方面它是跟随着美国的脚步 要对大陆进行制裁 但是投资呢 它还是认为有钱赚 那就应该要捅哪里 是好 说到加拿大动作 我们还来看到 有两个观察点 首先来看到彭博的另外一则报道 内容指出 加拿大已经掌握 北京在西方民主国家 设立秘密警察局 用来监视 还有恐吓其海外的侨民 那现在加拿大 美国 意大利 德国 还有英国都在努力解决 还有就是在争议不断的南海地区 传出菲律宾之前 就是透过加拿大军方提供的 最新型船只隐藏装置 岸船探测技术 来突破中国大陆的防线 直到说非常靠近仁爱礁的时候 这才被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发现 好 现在加拿大呢 跟紧美国站边 菲律宾就是刚刚介大使提到的抱团 安婷玲如何解读 加拿大这所谓的岸船探测技术 是说因为在有一些船 它会关闭了卫星的定位系统 但加拿大的探测技术 是仍然能够发现这一些 位置传输设备已经关闭的船只 也叫暗黑船只 所以从去年开始 就是说2023到2028年 跟菲律宾有技术共享的协议 那么也在上个星期 菲律宾海警的发言人 也特别说我们用了这项技术 就已经成功发现到了大陆的某某船 比较靠近了 就非方所宣称的经济海域 所以他说你看 这个果然是相当有效的 不过实际上就是 菲律宾所点名的那一艘 长达165公尺的船 菲律宾说它是一个大怪兽 但那一艘船好像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关闭卫星定位 你知道吗 你有这系统 好像也没啥了不起的 因为大陆所有的船 基本都是大开大合光明震 因为它盾位太大了 它也没必要长 而且对中方来说 这本来就是中方所拥有主权的海域 它到哪边都不需要去关 那么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渔船 那种小船的 真的是那种非法捕捞的 那么目前的探测技术 似乎还没有办法那么精准地捕捉到 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 可能对于菲律宾来讲蛮激热的 真正这种非法捕捞的小船 你抓不到 然后大的船舰 你可以捕抓得到 但是中国大陆又从不隐藏 所以实际上它只是菲律宾 为了要展示自己的源外力量 你看我又美国相挺 我又跟加拿大相挺 我又跟谁谁谁的合作 菲律宾今年的整个上半年 所有的外交活动 都是针对南海 或者菲律宾目前自己改口 叫做西菲律宾海 都是在跟中国大陆进行不断的争执 或者是挑衅的动作 所以它严格上 还是在整个的美国所操控之下 并且菲律宾 原外联合打击中国的一个布局 是我们再来看到 中国海军科学家首度披露 大陆军舰用以对抗 美国EA-18G咆哮者的战术和技术 这是中国学术期刊 雷达跟对抗他们发表的论文 内容指出人工智慧 为解放军的雷达提供对抗 咆哮者的关键优势 好 根哥请教您怎么看说 这个咆哮者电战机 现在落入了南海杀手网 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其实在电子作战当中 40年来的经验 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 因为越战的教训 所以说他在电子站的方面 他早就已经投入很大的资金 跟精力在里面 那在这一方面的确 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前苏联集团 他们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 那相对的中国这方面 也就跟着落后了 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EA-18G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一架飞机 这整架飞机是什么意思 这整架飞机就是 它不是拿来作战 就是不是拿来 击毁对方的有生力量 人或装备的 它是来击毁对方的雷达用的 它是全方位 全频道 全向位 所有它进入战场的 敌方的雷达都会被它干扰 都会被它干扰 所以说它在航空母界上面 一飞起来的话 它就要掌控这方圆 500公里之内的电子作战优势 那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一个雷达专家 刘尚福 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有特别研发了 AI智慧雷达 这个AI智慧雷达 大家就想 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过 对不对 好 AI智慧雷达 它就是说 它集中信息 也就是说 通常来讲的话 你会面对对方的攻击的时候 就是单一的雷达 去收集它的雷达波 然后去收集它的数据 然后就展开对抗的行为 对不对 不是这样 他们现在 就是说 我们大陆的科学家 他们已经发现了 他们已经发现了 他们现在可以把快速处理器 放在感知系统里面 然后运用AI技术 我刚才讲过 40年前没有AI这样的东西 那你现在美国也要把AI 放进感知雷达里面 放进电子作战的环境里面 那已经比大陆至少晚了三年 也就是说 今天在对付EA-18G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EA-18G 这样的舰在 航空母舰 舰在电子作战机 这是美国最强项 也就是说 美国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它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总共有11个 它到了任何一个海域 电子作战机一出手 你的电子作战系统通通瘫痪 它就可以直接发射 AGM-88 反辐射飞弹 它可以直接击毁 军舰上的雷达 那你就变成瞎子了 所以在中国在这方面 有这样重大的进展 对于南海的局势而言 大家知道南海最近打了好几场 一个很重大的电子战 对不对 可是这个技术的突破 是对大家来讲的话 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会觉得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话 有这么大的突破的话 那将来在海战上面的样貌 会完全改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6月24号的时候 在北京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 要加大对机体电路等技术研发力度 把这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 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目前距离实现 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 只有11年的时间了 不过日前 华为云端服务执行长张平安 却是表示 因为美国的制裁行动 所以生产3奈米 以及5奈米晶片 需要的曝光机技术 大陆目前尚不具备 因此目前华为 应该要更专注 利用7奈米的技术 这一番言论一出 是让市场人士来猜测说 这个会不会是悲情牌 可能是要来放松 美国警戒的烟雾弹 因为其实华为 他所申请的专利技术当中 就可以看到3奈米级的 制程技术计划端倪了 而习近平的谈话 跟华为打出的这个悲情牌 是否有关联 接下来会不会有 黑科技大爆发呢 华冯哥 我觉得黑科技一定存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嫦娥6号都已经回来了 在这个环境的氛围底下 其实我觉得 这个华为好像有点 打悲情牌的那种感觉 他觉得说 哎呀你看连他的董事长都说 这个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这都是7奈米 其实错了 你要知道在很多领域上面 不管是太空军事 奈米科技 他已经 就是说 现在当然在 不管我们台积电的刘德英董事长 他也讲嘛 说华为绝对现在不是对手 但华为在最近几年之内 会不会成为对手 你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 这种黑科技 都是你像我们都不晓得说 现在磁浮列车已经可以达到4000公里的时速 那比飞机还快 你可能去年你还想不到这个东西 今年这个新闻就出来了 上个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大为震惊 有这么高的磁浮列车 它已经不是一般的高铁了 那这里面有没有使用到高度的晶圆科技 以及奈米 这一定有 所以现在你说 你现在我们看到 好像习近平他有指示说 我们现在只向11年 我们就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对不对 那将来我们是不是要再进到5奈米 3奈米这个过程之中 是不是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当然啦 因为美国最大的半导体智商 埃斯蒙尔已经说不准了 那从2019年就开始限制你了 对不对 那请问 在尖端的奈米技术 还不能拿到以制作晶圆的同时 大陆它会不会去朝向其他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这些科技的黑暗面 能够衍生黑科技的方法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美国自己的商业部门 都没有办法完全禁止美国自己的公司 不要把机密给外泄 我觉得中国它突破是迟早的事情 张军怎么看 我们讲这个华为推出来的 深藤910B这个晶片 我们从这个晶片去看华为有没有黑科技 这两天好像前两天 这个NVIDIA好像股价跌了不少 是不是因为华为推出来的910B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的高 我这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当初NVIDIA黄生勋来台湾的时候 他推销了叫做H100那片晶片 因为AI最新的智能晶片嘛 大家都觉得说这片晶片这个很好 那这片晶片值多少钱呢 大概一百多万 那只有谁能够用 当然是大企业他才用得到这么高阶的晶片 那那个时候美国说你不准把这种晶片卖给中国 我为了维护我国家的这个安全等等等等等等理由 所以那NVIDIA黄生勋要做生意啊 他就把它降规 降到H20的这种规格的晶片 大概原来只有H100的80% 降了只剩下20%功能就要卖给中国来使用 但是没想到现在突然华为杀出来一个深层910B这个晶片 他这晶片他的效能虽然说没有H100那么高 但是也几乎达到H100的80%的效能 所以那你想想看另外我重点是在价钱 对不对 商人来讲的话我买这个晶片是价钱 你知道这同样的这两款晶片 H20跟这个910B来讲的话 他们价位一个是美金 一个用美金计算12万美金 这个H20是12万美金 那910B是人民币12万 那你想想看这价钱差了多少倍啊 差了四五倍 但是我的效能还比你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百度啊 腾讯啊这些这个大企业来讲会用哪一种科技 我当然就是去买这个这个华为的腾讯910B嘛 那美国自己要去想想看 如果说你一直限制这些大企业 这些不管是Navidia 或者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不让他们把这些好的产品能够卖到大陆去 那你是不是逼到最后华为他们自己做出来等效能这些晶片 或许他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 像H100 可是他有百分之八十 他也一样达到AI的科技的技能 有做到这种水准 所以你这个在商严商 我一定我的想办法 我购买的东西成本来讲比较便宜 经济实惠 实用我觉得是最重要 那华为来讲的话 他现在就走这条路 那美国你自己要想想看 你弄到最后啊 不管是说这个埃斯摩尔的光刻机 如果说你再继续禁止它 或者怎么样 我可以不用做到效应那么深 可是我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我可能多几道的程序 多几道的手续 我一样可以做出三奈米五奈米的晶片 到那时候是变成说这些企业来讲的话 他没有得到这些订单 他没有产品卖不出去 他可能就死 就倒掉了 我觉得这是全球化 如果说是你美国用保护主义 来这个赫止这种全球化来讲的话 吃亏的还是美国自己 这些大企业来讲一定会吃亏的 因为华为之前也曾经因为美国的压制 他的营运有陷入过低潮 结果后来他就不声不响的 就突然就推出了搭载7奈米的晶片的手机 就导致震惊了市场之后 成功的汇集人气 他的营运也回到了这7000亿的大关 所以大中老师要怎么看说 这次华为说他们不具备生产3奈米 还有5奈米晶片的技术 这番话是要美国放松警戒心 所以故意放的烟雾弹吗 应该是说他姿态比较低一些些 因为张平安他是华为的常务董事 也是华为云的云端事业体的负责人 先还原他的讲码是什么 他是在5月底的时候 在公开场合 中国移动计算力大会所说 他说我们中国肯定是得不到3奈米 肯定得不到5奈米 我能够解决7奈米就非常不错 他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7奈米深根细做 把它做得更好更精致 那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产品 能够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这是当务之急首要之务 因为的确在去年8月 华为当时推出所谓的这个Mate60系列 搭载这个麒麟9000S的晶片 是使用中芯的7奈米制程 当时已经是让全世界很好奇 有点惊艳 因为感觉起来是在美国的为首的这个压制之下 有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 所以那时候的确是让大家非常的震惊 那主要还是一个美国其实这几年的科技封锁 尤其是对荷兰 这个爱斯莫尔大厂里面 美国施加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压力 所以导致爱斯莫尔 它有一些产品 它就自我设限 不继续出口给中国大陆紫光机EUV的这个曝光机 那一般来说 当时大家会说 如果要用比较旧式的这个生紫光机 DUV去做5奈米晶片 不是不可能 那的确像将军刚才所讲 但是呢程序可能要更多一些些成本高耗时长 那到底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旧的机器 能够生产这个所谓的5奈米 外界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跟不同一些猜测跟揣测 那不管如何我觉得目前来说 因为是外在中国大陆受到美国很多的一个经营 科技上的封锁跟压力 所以它势必得走出自己的条路 而且不管是企业界 中国政府已经投下巨资 那接下来就会看时间的问题 因为未来你要能够突破封锁 必须还是要得靠自己 没有办法全部都仰仗于别人 那华干阁怎么看 我看华为跟中芯 就是中芯国际 这两个公司其实事实上 他们的合作是很紧密的 然后它有一个什么叫 生紫外光 微影曝光机 其实当时他们就在想说 7奈米顾好就很好了啦 那我们可能要到5奈米 或者是更进入到3奈米 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美国的媒体不是这样看待 他们说光是这个东西 生紫外光 微影曝光机 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很惊讶 因为这要3奈米才做得到 结果呢他们现在在跟中芯国际的这个 就是说他们的外部的那个交谈里面 就发现说他们其实是在往3奈米 在迈进当中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他没有5奈米的资格 他怎么会去想到3奈米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想说 可能张平安他这样讲 他是不是以退为进 你要知道大陆他通常都是 先不把他的成果拿出来 只说我现在只在这个成果 可是他已经走到那边去了 就像航空母舰的电池弹射 你当初也不会知道说 三年之内可以做得出来 虽然这个已经研究10年了 但我们不认为他那么快就可以达到 那里面也有很多很高的激素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张平安他就是以退为进 他认为说我们现在只能做7奈米 但是他现在已经有5奈米的能力 而且他往3奈米迈进当中 美国当地的观察家 不可能会信口开河 所以我认为说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而且会有更快的突破 会让大家觉得说 哇华为真的是一日千里 连你自己连做梦都没有弄到 其实这几个月来 美国商务的官员是向晶片的设备制造商 还有供应商施压 要求他们停止像华为 还有制造华为的一些晶片的 中国公司来销售产品的 The Information在6月25号的时候 是报道说 华为的升腾910B的晶片 AI晶片延迟 所以可能会带给像腾讯 百度自叠跳动 还有阿里巴巴这些公司 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一方面 路透社也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调查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还有中国联通 担忧大陆的电信公司 透过在美国的云端 还有网路业务 取得美国的数据 并且将这些数据带回北京 而且不仅如此 彭博社还报道说 华为在秘密资助一个 由Optica的基金会所营运的 研究的竞赛 保留了接触美国顶尖科学家资源的渠道 所以上述的这些状况 真的是像CNN讲的一样 恐怕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吗 蒋军 我特别要讲 美国国家安全是什么 大概靠三个美 美元 美金 美债 对不对 他用他的美军 我的军事实力 来做石油美元 提供沙古地阿拉伯 我提供你国家安全 然后你只能用美金 来做这个美元 美元来做石油的买卖交易 然后我有这个美元的地位 所以后就可以去借钱就是美债 然后用这个美债又来养美军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可是现在很明显 他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他石油美元这部分 可能会出问题 因为其他国家 包括俄罗斯 包括美国自己也产了页岩油 然后大家也慢慢全世界 有一种去美元化这种呼声 那如果说是美元来讲 跟石油没办法再挂钩来讲的话 他必须什么 用什么方式来维持他美元的霸权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 经常听到就开始变成晶片美元 就唯有高科技 等于科技美元来维持我美元的地位 那去年来讲 我们常听到的话就是说 美国来讲小院高墙 所以小院就是 我只在高科技这个范围里面 我足出来高墙 不让你中国进来了解我这个高科技 然后围住你 用很高的墙围住你 但是我的范围是有限的 可是经过才短短的一年 我们发现美国现在来讲 已经不再是小院高墙 他这个院子越足越大 他要围堵中国的范围项目 会越来越多 他不只是晶片要围堵 他包括设计啊 包括各方面都要围堵 但相对的 他碰到一个美国这么强的国家 举国之力 来弄一个华为 这一个私人企业他都弄不动 那你想想他后来会有什么后果 为什么华为这家公司很特殊呢 为什么弄不倒他呢 这个你要知道华为有一点很特殊 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想要去买华为股票买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股票 他不是上市的公司 他这些股权都是谁 都是他公司员工的 其实任正非自己本人 所掌握到股份不多 他所有股份都是给他员工 所以任正非他理念就是说 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公司可以不赚钱 但是我的人才一定要保留住 所以华为最大的资产 就是他那些科学家 他那些工程师 那他提供给这些高科技的人才来讲 很优惑的这些条件 将这些人才能够留下来 也因为这些人才能够留下来 他所以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不管从这个晶片的设计 或者是说他的手机的设计制造 或者是说这个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他像6G的专利权 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了 古巴成为各方角力的战场了吗 首先我们来看到日前俄罗斯海军四艘舰艇 抵达了古巴的首都哈瓦那 那其中包含了核动力潜舰卡3号 虽然古巴当局强调说 俄国这一趟远征到哈瓦那来 并没有带核武 但是他带上了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所以美国方面也是不敢大意 全程都紧盯 因为古巴离美国的海岸只有180公里 如果是用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 高超音速导弹来攻击目标的话 那美国是很难防御的 所以俄罗斯的核潜艇呢 虽然是没有搭载核武器 但是它的常规导弹呢 也可以达到一千多公里 所以大家就说这一回呢 是被在这个美国的家门口 埋下了钉子打到后院来了 好 我们要请教杨老师 您怎么看说 因为现在恶务战争都还在打嘛 那国际间又有各种的经济制裁 普丁在想什么 为什么他赶着他这个大欠 就是执意要派军远征到古巴来进行演习 一方面可能大家有点紧张啦 尤其现在是俄乌战争嘛 另外一方面 当然俄罗斯也有他的这个战略上的用意 也就是你刚刚所说的 在美国的后院叮叮子 那北韩不就是在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 东北亚 然后呢 去越南不就是在美国重视的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 叮叮子嘛 所以有这个战略上的意涵 不过我说紧张也就是 因为2008年其实 2000年之后 2008年 俄罗斯就第一次派军舰访问过古巴 不过那个时候是一般的军舰只有三艘 而去年2023年的时候呢 也有一艘俄罗斯的补给舰去访问过古巴 但今年呢 这个卡三号的核动力潜舰 那这是第一次 而且上面还带就是超高音速飞弹 那这也是美国所没有的武器 这个是现在只有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有 中国大陆就英级21英级17 所以呢 对美国的这些这个武器 这个舰艇是只有这个反制能力的 所以美国紧张 不过这个紧张也同时凸显了 美国从1962年就制裁古巴到现在 你凭什么 制裁到现在 古巴因为 因为这个因素 许多其他的国际企业跟国家 不敢跟他做生意 因为美国就像孟晚舟被关了软件的一千多天 一样的道理嘛 那个时候他制裁伊朗 所以别的国家也不敢去跟古巴太密切 可是呢 相反的加拿大 倒是说很支持古巴 可是呢 他也当然不敢违反美国的这个意志 因此这个时候我觉得普丁派遣就是卡三号和动力潜见 当然也有一点钉钉子 但是呢 也要去凸显出 你看美国在制裁古巴 在制裁北韩 在制裁我 我们现在需要一套新的 不受美国制裁的贸易跟金融系统 以及安全体系 来掌这个摆脱美国的这个魔掌 是 除了杨老师提到的加拿大之后 我们要来看到 包括北京这几年来呢 持续的对古巴在进行政治还有军事上的支持 要协助古巴来稳定国内的局势 那在俄罗斯的军舰到达哈瓦那的前夕呢 中国外长王毅也在北京跟古巴的外交部长 进行了深度的会谈 中国如果跟俄罗斯来进行合作 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透过古巴 来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呢 只要不服从美国 对美国来说都是威胁 那当然就先前俄罗斯的舰队 造访古巴 那当然美国呢 白宫的讲说 这个其实不是威胁啦 但是呢没过多久之后 美国就跟加拿大共同开的舰队 前往古巴的这个关达那摩基地 所以呢很显然的 这个美方是非常看重俄罗斯的这个事情的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冲着俄罗斯来的 可是呢美国官方还是要强调 这个跟俄罗斯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例行的这个航行访问 但是他的这个所谓航行访问 古巴是严厉的谴责 并且拒绝的 他不欢迎美国跟加拿大的军队来到这里 但美国就说我是自由航行啊 结果俄罗斯来的时候 他就又不说那是自由航行的这一套了 所以古巴跟俄罗斯啊 其实呢都各自有想法 因为包含呢像是古巴近期 其实国内也非常多的政治风波 因为呢他又缺粮啊缺电啊缺能源啊 而且还缺药啊等等的 这并不是前几年的台湾啊 这是古巴 所以也发生了很多示威游行 那么在示威游行的背后 其实也有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势力 在做煽动 所以古巴当然就非常的不高兴 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其实大陆呢立刻就给予了人道救援 然后给予了大批的粮食啊 给予古巴的援助 所以这个部分呢算是属于文的方面 而武的方面呢那当然就是借由俄罗斯的相关舰队 来展现出来古巴不是非得靠美国 或者即便你美国打压我 但我还是有其他的方面支持 那也在上一周呢 古巴政府公开的对中国大陆政府表示感谢 因为大陆呢在古巴投资的光电站 正式的就是开启营运 所以古巴呢非常的高兴 觉得我们如今总算是拥有所谓的能源自主权了 就他们能源一直都是被控制的 没有办法进口 因为像前面老师所说的 就被制裁嘛 那么也额外补充 在联合国去年呢 是连续31年投票 干嘛呢 多数都支持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限制 去年的投票是187票 同意 两票不同意 就美国不同意 对吧 但是美国呢仍然要封锁古巴 所以在联合国当中 在古巴的议题当中 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古巴 觉得你不需要封锁人家长达这么久的时间嘛 所以从这个议题当中也可以看到 你说大陆会不会想要借由古巴来对美国造成威胁 其实是一种世界舆论上的态度 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看出对外交往的差异 美国一切都是以利益为导向 唯利试图实行全球的霸权主义 不听话呢 就是给你封锁制裁 甚至是武力入侵 比如古巴 伊朗 或者像早年的伊拉克跟利比亚 那么中国大陆呢 就是自由开放 互利互惠 大家呢就是共同来做生意 发大财 比如现在的古巴 所以一边是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制裁 一方面呢是中国大陆的经济援助 互利互惠 平等对待 就如果你是古巴 中美选边站 你会选谁 所以当然了 大陆跟俄罗斯都是在给古巴撑场子 那么尤其对当前的俄罗斯来说 这也是一种在战略层次上 就是要给美国恶心一下 就虽然我军舰过去 象征意义比较大 就是它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能力 但是虽然没有办法搞你什么事情 总是能够恶心一下你美国 让你美国总是要来回应我 那其实呢 不算什么太大的事情 但如果有一天 中国的海军舰队跑到古巴的话 那对美国来说才会跳脚 是好 不过现在这个军舰齐聚的画面 也让情势稍微诡诀一点 说古巴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 不但现在俄罗斯 美国的海军舰艇齐聚 一上海美国友好的加拿大的巡逻舰 也路过这个地方 加拿大海军 马格丽特布鲁克号巡逻舰在6月14号到6月17号呢 同样是现身在古巴 好虽然说加拿大军舰开进了这个哈瓦纳港 是说加拿大跟古巴他们长期合作的一部分 但是就是选在这个时候 杨老师你怎么看是想要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吗 这个当然有讯号出来 那加拿大其实是反对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制裁 我记得我1998年那个时候到温哥华的UBC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我就从加拿大入境到美国去这个就是西雅图嘛 那那个很容易 加拿大进入到美国 然后当天就和美国回来 可是呢你就靠着 看了加拿大这边 有很多便利商店 那全面一进去 全部都是古巴雪茄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不制裁古巴 那美国制裁 所以那美国你买不到古巴雪茄 古巴雪茄这个世界知名的 然后你就在加拿大这边买 那所以加拿大其实后来也跟古巴 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关系 但是都没有违反美国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规定 这个在这一点上 我其实觉得加拿大还有一点点小骨气 但是他面对在亚洲的问题 完全跟着美国走 这一次我觉得他刚好这个时间也到这里来 其实一方面是要淡化 就是美俄在古巴议题上 又真的再度针锋相对那个氛围 好像这个所谓的古巴危机2.0 其实没有这回事 要淡化 欧盟宣布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加征 暂时性反补贴关税之后 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 现在表态不支持欧盟的保护主义 还有市场的限制措施 而且提交了一份 加快欧盟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提案 那中国商务部也向欧盟喊话 说要正视中国电动汽车竞争优势 并不是来自于补贴 现在匈牙利不只发言很不欧盟 这位总理 奥班他接任了轮值主席以来 不甩其他的成员 包括了像之前他没有告知 就频繁地出访乌克兰 俄罗斯还有中美 那奥班他自称 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和平 但是他一连串的举动 激怒了欧盟诸国的领导人 所以现在传出 最近奥班可能要面临到制裁 另外是匈牙利的国家经济部长 马顿直接说了 不支持欧盟的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措施 这个动作意味着会导致贸易战 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好处 好 想请到这些大使 你怎么看说匈牙利最近一连串的动作 那奥班他是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到制裁吗 其实匈牙利已经被欧盟制裁过好几次了 他最主要他拒绝执行欧盟的一些法令 因为匈牙利是保守的天主教国家 他对欧盟在有关这些性别议题上的很多这些强制的法令 他是不接受的 所以这个不只是匈牙利跟欧盟有冲突 波澜的冲突更严重 那欧盟的所谓制裁就变成就是说 我本来给你的补助款我就给你扣 甚至他还有这些罚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不过这个都是过去欧盟所没有面对到的 因为欧盟国家很多就是说 大家反正都是共事局通过了以后你就执行 可是欧盟现在慢慢他的这个决策过程 有这个摆脱共事局这个传统的这个方向去走 其实这个对欧盟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 会扩大他会员国这些裂痕的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本来欧盟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说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被一群在布鲁塞尔的官僚所控制 这个没有民主性 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主权 那当时他所以愿意做这样子的牺牲是因为欧盟本身可以提供很多补助 可以带来很多这些国家所欠缺的国际地位 国际影响力还有实际的经贸的这个补助 现在欧盟本身这一方面 对于很多已经加入的中东欧盟国家的吸引力已经很少 而且他这个会随着你的经济水准发展 变成你是一个所谓的欧盟补贴的一个怎么样 受益者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你要出钱的 像波兰就已经过着那个门槛 他很多他要出钱去投入一个叫这个 叫structure fund 好像就是说这个一个结构金 去补贴一些比较经济落后的欧盟国家 所以是欧盟的这些加入欧盟的所谓的这种 诱因越来越少 反而义务越来越多 那现在这个其实奥班就代表一些不太对欧盟这些转变 不太接受的一个领袖 那当然他就是说当了轮值主席国 他自己出国去访问 他可以说我代表匈牙利 他也没有说我今天打着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喜好 我今天去见这个 见这个 泽伦斯基 然后见普丁 然后见习近平 他并没有说我是以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欧盟要如果要制裁欧班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那你可以反对欧盟的政策 那有什么难道欧盟是反民主吗 不能够支持吗 为什么他反对欧盟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加征这种惩罚性关税 补贴性关税 原因是事实上欧盟的这个有关这个关税 贸易的议题 几乎已经完整的各个会员国把主权已经移转给布鲁塞尔了 移转给这个Commission 所以Commission事实上 欧盟事实上派在WTO 各个会员国派大使在开会从来不发言的 只有欧盟派了一个European Union的Ambassador 他才有发言权 所以这个部分他是让读出来了 所以他是可以反对 那他也没有办法不遵守 因为这个欧盟的关税政策完全由布鲁塞尔来控制 所以你看德国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我不晓得欧盟要怎么制裁欧伴 那如果制裁欧伴的话 我觉得受到损失的不是欧巴 受到损失是欧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 显示说大陆的电动车 2024年6月的出口量 月减了13.2% 连续三个月下跌 那咨询机构指出近两年 大陆的电动车陷入了惨烈的价格战 预计要到2030年 现有的137个电动车品牌 只有19个可以实现获利 换言之就是有超过八成的品牌要退出市场 或者是抢夺一些比较小的市占率 那现在大陆电动车暴力崛起 海啸般的席卷全球 逼得欧美车厂节节败退 我们要请教黄老师 你怎么看说 现在大陆汽车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这个出口连三叠 我特别看了一下 它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它的统计的图表 原则上 它的电动车或叫新能源车的出口 不是一路向上 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波动型的 所以它通常可能上 它的出口可能增加两个月之后 可能下个月会掉下来一点 但是通常不会连三掉 所以呢 我们当然必须要把这个连三叠当作一个警讯 就是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暴力式出口等等 是不是到了一个转折点了 非常有可能 因为不只是中国大陆它内部厮杀的激烈 而且包括欧盟对它的威胁说 我会加你五年的关税 我现在是用威胁这两个字 因为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但是大家当然会有一个市场预期的心理 干什么找自己麻烦呢 所以它欧洲可能对于中国大陆汽车下单的 这个量可能会 最近可能会稍微减少一点 所以会不会连四叠连五叠 我觉得从欧洲这个因素来讲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也必须讲说就是 如果你看今年第一季的话 对 全球纯电车 市占率最高的还是特斯拉 可是它跌了8.5% 真的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然后这个BRD增加13 第三名冲上来的是上海汽车的50 50也增加了很多 当然第四名我更惊讶 是BMW 因为BMW的电车 其实在市场上 大家可能是有一些口碑 但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总之就是电车 现在不只是中国大陆内部 厮杀的激烈 世界上现在这些电车的排名 可能在二三四名等等 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变化 好 黄老师刚刚帮我们提到了BRD 其实它是现在出口成长最快的车系 我们来看到这份数字 在今年上半年累计出口的汽车 有20万7千辆 比起去年同期暴增160 至于这个豪车品牌 滨市跟宝马今年上半年在大陆的销量不佳 滨市35.2万辆 年减了近6% 那宝马37.5万辆 年减了4.2% 双B甚至还降价了人民币10多万 但还是卖不好 好 这样今天怎么看 主要就是因为背后真的是 现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 在攀升主带来的结果吗 其实我觉得双B的车子 包括奥迪这些欧洲的名牌车子来讲的话 它之所以会跌下来 它销售量之所以会跌 不见得就是因为它的品质不好 或者是它竞争不过BRD 你要知道 其实每一种品牌有它的定位在 就像是我们都是出门买东西 那女生她为什么要带一个guge 或者是带一个名牌包 那事实上你用一个塑料袋也可以 用一个塑料袋也可以买东西 那主要彰显的是自己身份 那开名牌车有这种 就是我一定是为了凸显我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开这种车 这是第一个理由 就是名牌车的价位跟一般的平价车 其实它在定位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客群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人是为了做生意 彰显自己的身份 彰显自己的财力 他会用名牌车 那从这个双B这种车子 这个销售数量会跌下来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BRD它已经晋升到这种 这个高级品牌的行列里面 所以它会抢职到双B的这种 就是这种高级的这种品位的这种 这种价格带的这些族群来讲 它会倾施到 抢职到这些族群 比如说可能像 昨天我跟这个Galas Galas特别跟我讲说 到大陆去看到那个 很漂亮的比亚迪 不是问界7 他觉得说不比 有听说 对不比那个 这个有关于现在来讲的话 不比这个BMW 或者是说奥迪的这种车子 来的感觉上面要来的差 所以我觉得大陆BRD它第一个 它表示它抢了这块的市场 那所以说是双B来讲的话 当然在大陆上面它的价位会下降 那但是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BRD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CV值很高 后来你发现说 它的便宜 但是不影响它的品质 它为什么CV值可以高呢 其实有人去 美国他们曾经拆解过BRD 它的海鸥 也就是平价车款 他发现说拆解完以后 同样的这些零件在美国 如果说同样的供应链 制造拼解的话 它的价位是它五倍以上 因为BRD它从采矿开始 从采离矿 到生产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一直到公司的生产 甚至到它的海运 所有装船的运输过程之中 一条龙都是它自己的企业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它当然可以在成本压低 但压低成本不代表 它可以压低它的品质性能